到极了各路的消防力量 紧急赶到这个地方来 进行一个紧急的铺救 但是这么长时间的过去了 我们看到这个火依然还在烧 铺救的难点就在于 这个罐里边装第一个罐体 发生爆燃之后 到现在应该说当地 调不是扑灭火势 同时要对罐体进行冷却降温 等到条件成熟 能够堵住所有泄漏点的时候 再发起总工 一举把火 是一种叫液化厅的这样一种物质 那么这样一种物质 那么在爆炸瞬间 有几个点的 这个非甲烷总厅 这样一个环保监测数据 是超标的 但是超标的数量不多 大概是1.5到2倍 那么到下午2点 14点20分的时候 再次监测的时候 环境空气质量是优 应该说对于整个 不满地 就是了 吃点 吃点 多家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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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